大家好我是Incent 欢迎来到一个人的睡前不谈鬼 今天来讲就是说观众所投稿的零零故事 如果哪一观众有零零零故事 欢迎投稿来自Gmail 然后今天的故事是由Alice Cor所投稿的 后来都说我们就定人称 倒入这个故事吧 Let's go 事情是这样的 爸爸在小时候因为家里穷 所以导致我的阿嬷要把我的爸爸送给人 我爸爸当时当然不愿意 再加上他的哥哥和姐姐对他都不是很好 也一直欺负他 所以就离家出走了 当时的他只有12岁就出去闯了 后来我爸也跟他的家人死去的联系 长大后其实我的姑姑 伯伯 叔叔都知道他住哪里 但就是没有联络 然后我爸就认识了我妈 也跟我妈结婚 生了我们兄弟姐妹 当时我还记得我小学 可是不记得我几岁的 突然就接到了一通 不通是姑姑还是伯伯打来的电话 说我的阿公禁院了 也因为我爸跟他的家人的关系也不是怎么好 所以我的爸爸就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必要去医院看我的阿公吧 但是我妈还是一直劝我爸说什么一家人之类的 最后当然是我爸被说服了 就带着我们一家人去医院看他 当时去到医院看到这些陌生的人 才发现他们就是我的姑姑 伯伯 叔叔 就是一些所谓的亲戚 然后我就看到躺在病床的阿公 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他好瘦 也蛮高的 他也一直看着我 虽然我也听不懂他说什么 也因为我的阿公是潮州人 但从小到大 我的爸妈都是和我说中文的 但是我的阿公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熟悉感 我们在医院待不久也准备要回家了 结果我的阿公就突然叫我们 就跟大家说他要跟我们一起回家住 当时就觉得好奇怪啊 因为在医院也算是第一次和他们见面 但我的阿公就这样说了 我的阿公住院也是因为老了 所以可能医生说是人老了 时间要到了之类的吧 当时我的爸妈就决定 我的阿公出院了 让他和我们一起回我们的家吧 我妈妈也做好了照顾阿公的准备 但是呢没有想到的是 我的阿公来到了我们的家 就很奇怪的要求我照顾他 坐在他的旁边拿水给他 拿饭给他 连兔坛都要拿垃圾桶给他的那种 我去读书问习功课都不行 他就会呱呱叫说我为什么不在他的旁边 当时我的妈妈也非常的烦恼 也因为我的阿公只要求我一个人照顾他 也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 我的阿公就开口要回去家乡了 我们就一家人载他回家乡 我也像平常人一样生活了 过了两个星期就接到一通电话 说我的阿公去世了 我们整家人就赶快的赶了过去 我记得当时我们一家人是跪着马路上 然后就一路跪着进去房子里面的 当时的习俗是这样的 我们都是跟着做 然后就跟着葬礼的程序 完成该完成的东西 恐怖的故事来了 就在我的阿公头七的那个晚上 凌晨两点我起来上厕所 当我一推开厕所门的时候 就看到了我的阿公 他穿着兽衣 整个人轻轻的站在楼梯看着我 还一直叫我陪他坐下来吃饭 想想看这凌晨两点的桌子 那里可能会有任何的饭和菜 但是我真的看见了两碗白饭 两双筷子 还有两个汤匙 当时的我直接下到脚软 直接跪在了地上 也因为我家的厕所 和我妈的房间很靠近 所以呢我就跪着 走去了我爸妈的房间 敲门 就在这期间 我的阿公不停的叫我陪他吃饭 我的爸妈当然也被我吓醒了 然后我就把事情告诉了给他们听 就说我看见了阿公在那个角落 一直叫我陪他吃饭 我妈就一直安慰我说没有东西别怕 但是我爸还是很快的拜我家的生命 过后就没有事了 当然我的爸妈不让我害怕 就一直的安慰我 但是我知道这是真实的 因为那个感觉真的太真了 也非常的明显听见了他的声音 和叫我过去的那个手势 然后呢我也没有什么事情 一切都回复了正常 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因为是一个一见面最要我照顾的 疼我 打工 OK 所以这故事呢就该段落啦 然后接下来呢 还有这故事是由Max所投稿的 好不好多说 我们还是用第一人称带着故事吧 Let's go 这个故事是我自己童年的经历 事情是发生在我七八岁左右 我的家是那种经典的牌屋 位于丹曼的最后一条街 家的前面有一个小山坡 那天是个星期天的下午 全家人都在客厅娱乐 正当我要上去二楼关掉灯时 我就看到了二楼有一团黑鹰 在楼梯的转角处待着 当时的我也没有想太多 就往二楼走去 走到了二楼 我就跑去自己的房间玩 我的房间是面对着对面的小山坡 我就玩着我的玩具 就看到对面的小山坡好像有人 我就走去窗口那边看 那也知道就有一个小弟弟在那个小山坡的最高处 望着我来看 他的眼睛旁边黑黑的 抱着一个黑色的太极熊 他的旁边站着了一个黑色的物体 有很多触手在他的身后指向了我 我当时就蒙了 马上就把窗帘拉上 就提心吊胆的玩着我的玩具 正当我要起身前往客厅 一打开了门就感觉有人在我旁边盯着我来看 我没有理那么多就往客厅走去 到日晚上准备入睡时 就感觉到房间有人在走动 当时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了 旁边的弟弟早已熟睡 我当时就眯着眼睛看是什么东西 就看到一个人坐在我的椅子上哼着了歌 但是胆小的我就马上闭上了眼睛 也不敢入睡 就这样一直到早上我才敢入睡 入睡不到一个小时 我的妈妈就打开了房门 叫我和弟弟起床去上学了 我就告诉我妈妈我很不舒服 很想吐 妈妈就摸了摸我的额头 就的确有点发烧 接着妈妈就带着弟弟去上学 然后就带我去诊所 看病 医生就开了一些发烧药给我 就回家了 回到家我就躺在了沙发上 疲惫不堪 妈妈就拿了温水和药给我服用 过后我还是迟迟入睡不了 就这样过了几个小时 妈妈就发现我还是不对劲 就赶紧的载我去庙里拜拜 当我们到达了庙 拜拜庙里的神明就问了那边的师父 师父就摸了我的脉搏 就问我的妈妈 答案究竟是不是有人去世了 妈妈就轻轻的点了头 师父就接着说 你的儿子那天撞了他出兵的日子 就一直看他很不礼貌 就这样师父给我做了一点法事 给我的两张符 一张画了汤水和 另一张就拿回家进身 就在回家的路上 妈妈就有告诉我 看到有人去世出兵 不要去看 心里知道就好 很好奇的就问妈妈 那时候是谁出兵 我妈妈就说 对面接安地的儿子 也因为年龄太小 在家里的楼梯 失足跌了下来 送去了医院也没有什么生命迹象 当时我听了也有点疑惑 难道我那天看到的就是那个小男孩 所以这个故事也告一段落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所以今天的睡前不贪归就告一段落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或者是有故事 还投稿了在Gmail 所以今天的睡前不贪归就到此为止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那就订阅、赞、分享、小铃铛 如果不喜欢的话 让我喜欢吧 就这样 晚安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